挂眼科 谢谢啊 对不起 大夫拿下药 小妹妹 你爸妈呢 您好 我问一下啊 刚才有一位小妹妹 去那边啊 谢谢啊 你在这儿 小妹妹 你跑哪儿去了 我还以为你丢了哪儿 你认识啊 是啊 我领便来治眼睛 挂号的时候她就跑了 那去我办公室吧 好 她身上有些伤痕 像是被臭打过 是啊 我们是从人贩子手里 把她救出来的 这些人贩子 怎么下得去手啊 这些人根本就是王八蛋 我早晚都得把他们抓起来 小妹妹 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叫你啊 小铃铛 我姓程 叫程强 是公安局的 我是专门抓坏蛋的 以后你要听见 谁叫你小铃铛 你就知道 那个就是啊 抓坏人的程叔叔 小铃铛 程叔叔不是坏人 你跟着他 坏人就不敢欺负你了 以后别再自己跑出去了 好吗 真挺划的 他的眼睛需要做详细的检查 这样 你把他留在医院 我来照顾他 这样也方便些 太好了 这样就更方便了 这孩子真有福气 这样 叫他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去看看余涵 好 听话啊 我过去 好 很积极啊 你想清楚了吧 一定要跟家里人商量 如果家里人反对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勉强的 再说现在叫你入党 你也做不了什么 你先把身体养好 要多吃多睡多休息 病好了以后 才能为党的事业 多做贡献 我的病会好的 谢谢程大哥 回家多喝点开水 好好睡一觉 你放心吧 允许 局长 回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是 好 好 我知道了 这事让他们你去办 好 局长 您找我 是这样 我找你呢 是想问一下人贩子的事情 是啊 这些人贩子确实可恨 没错 这些孩子在他们手里太可怜了 没吃没喝的 这样 老赵 你跟明喜呢 把哈尔滨市所有的人犯的 都给我抓起来 咱们配合抓捕金宣的工作 是 赶紧去吧 哎 看清楚了 是这条街吗 是 是 是 哪家 那家 不 不 不对 不对 那 那家 那家 好像也不是 想清楚了再说 到底是哪家 我脑子有点糊涂 想不起来了 哎 小朋友 我问你 你还记得是哪家吗 应该是这家 走 进去 哥 哥 哥 我真的不认识那小丫头 是哪家 哥 哥 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小丫头 你们别再打了 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小丫头呀 哥 谁这么是你哥 我们是警察 是长官啊 哎呀 我真不知道是你们 我这真不爱你们吃饭哪 吃饭 有他们网子吃饭的吗 我问你 刚刚 你说什么小丫头 对 好 怎么样了 局长 人犯子什么话 据他交代 那个人就是洪宝奎 洪宝奎 确定吗 确定 抓到的几个人犯子 都说是被他打的 那他为什么要打人犯子 据说是打听一个叫金灵的小女孩 怕他们不说 就全打了一遍 洪宝奎 洪宝奎 跟金雨萱在一起 洪宝奎 再找一个叫 金灵 金灵 难道她是金雨萱的女儿 对了 局长 您记不记得在武田惠子的遗书里 曾经提到过一个小女孩 那这么说金灵就是金雨萱的女儿 只要找到这个金灵 就能语住金雨萱 在捏什么呀 在捏泥人 小铃铛 你这捏的是谁呀 宋阿姨 宋阿姨 来 我看看 像不像阿姨啊 这也不像啊 阿姨比这要漂亮得多 等你以后眼睛好了 你就知道了 她的眼睛 也许不用手术就能治疗 但我在眼科并不擅长 我们最好找一个熟悉眼科的专家 进行确诊 那咱们医院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恐怕 只有大道医生了 我们师父 给我们联绘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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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程局长 送他去医院治眼睛 逼顺残 西洋山外山 长亭外 你别说这口径吹得还不错呀 谁吹的 把手举起来 跟他说这口径吹得还不错呀 舞蹈边 芬草冰炼天 万风风 月底顺残 夕阳山外山 小铃铛 这歌唱得真好听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歌是谁教你的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教你唱歌的这个人 是不是会吹口琴 是不是你的爸爸 小铃铛 小铃铛不想说 你就别再问了 程局长 刚接到公安局电话 说有急事找你 好的 我知道 喂 我是程江 局长 靳雨萱来过局里了 什么 对不起 麻烦你回避一下 说 什么情况 靳雨萱用枪顶着我的头 别问我 那个下瘾的女孩去哪儿了 我就告诉她 是您带她去了医院 然后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局长 唐主任从那个小女孩身上换下的衣服不见了 衣服不见了 衣服不见了 我跟你说 这个小姑娘十有八九就是靳雨萱的女儿 现在叫我的司机过来 把这个小姑娘接走 叫真局队所有的人来医院 越快越好 听见没有 是 来 小铃铛 给 拿在手里捏着玩 洪灵 现在医院很危险 你马上回家 小铃铛呢 由我来照顾 出什么事了 以后我再跟你说 你赶紧走吧 可是换班的医生还没来 照顾得没有人 我知道 这个事呢 由我来安排 其实不光是你自己 医院里所有的人都很危险 你到家以后千万别忘了 一定要给我来一个电话 好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马上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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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铃铛 叔叔派人送你回去 不要害怕 你要相信叔叔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保护你 而且 我也一定能把你的爸爸给你找到 要听话 锦修 紧急情况 今天城墙带了一个小孩 到医院来 刚刚发现 他可能是靳雨萱的女儿 等一下靳雨萱会到医院来 城墙已经设法抓的 不能再让靳雨萱落到城墙手里了 习大 带上你的人 封锁每一层要道 您呢 带一些人去车库 大家听我说 碰到靳雨萱 不惜任何代价 我要留活口 明白没有 明白 明白 一般跟我走 你们几个大厅 一楼 你们几个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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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喂 欧阳医院 喂 您好 请问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人送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去你们那儿看眼睛啊 我是她的父亲 我们走丢了 我这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她在你们那儿 对不起 大夫 对不起 是是是 那我能不能去接她 十分钟以后到 好的 那我们十分钟之后把她送到医院门口 您赶紧点 我们正值班呢 好 谢谢您 赶快通知局长 金宇轩十分钟之内到达门 快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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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孝顺点儿哦 医院戒严了 程局长怕不安全 让我先回来 又戒严了 这还让不让人过安稳日子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程局长让我到家给他回个电话 报个平安 正好 我是宋弘林 帮我找一下程局长 局长 您的电话 喂 我是宋弘林 我已经到家了 医院怎么样 暂时还没有事情 好 那随时联系 这个城墙啊 倒是挺关心你 爸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要是让锦绣听到 又该不高兴了 overhead到锦绣 她不在家 她出去了 这么晚了 她去哪儿了 说来了批星货 她要去验货去 要不然 她睡不踏实 她总是这么紧张 她紧张的 是她那些东西 我没见过 她对人紧张 话要说回来 这个城墙要不是共产党啊 她做女婿挺合适 杨锦绣在心里筹划着 她必须在公安发现金允轩之前 开枪打死她 留给自己出手的时间很短 时机非常重要 她还想到了 今晚的任务成功之后 如果无法全身而退 那就自杀成人 无论如何 她都不能让城墙知道 通风报信的人是宋弘宁 与你 走 一会儿不到完不得已 别开脚 是 就算开脚 要只需打头不需打腿 队长 快 只需打头不需打腿啊 谁说的 你说的呀 只需打腿不需打头 是 留活口 是 机灵点 多仔细看一下 这么安静 可能也没什么事 是 是城局长的司机 快去报告城局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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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景秋迅速地调整思路 既然杀不了靳玉轩 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落入城墙的手里 长官 楼下有可疑的人物 您看一下 来人 赶紧抢交 是 军 好 快 赶紧给我点 快 小心 军长 怎么回事 他已经来了 还在楼上 仔细搜索每个房间 快 是 你们几个去那边 你们几个跟我来 快 军长 军长 怎么啦 不好了 您的司机被人打死了 在什么地方 在鱼河巷 赶紧带我去 是 军长 最后 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妈妈叫武田惠子 我爸爸叫金雨萱 过来 孩子过了 去给她买吃的 什么好吃买什么 过去 是 小琳的 说说去给你买好吃的啊 我输了 你呀 心不在焉 是您吓得太好了 得了 别供给我了 担心锦丘了吧 也不知道她谈得怎么样 这个点了 还没回来 查那些事啊 咱又不懂 得了 时间不早了 先睡吧 好 那我扶您上去 爸 洪凌 还没睡呢 回来了 爸说你去验货了 怎么样 跟预期的不太一样 不过还算顺利 这次这批货不会是验品吧 爸 您放心 货真价实 很快就能交易了 好 太好了 那 睡吧 这回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本来是城墙手里的宝贝 又换成了我们的王牌 有了金灵 今天我看那个金一轩怎么跟母儿 睡着了 没有 我在想金灵的眼睛 一定要继续治疗 你还担心这个呀 多可爱的孩子啊 看到宋洪凌对金灵的关心 杨景修不禁忧虑起来 共产党此刻一定在全城搜索 寻找金灵 而何时能联系上金与轩 还是个未知数 孩子放在城里 难保不被共军发现 必须尽快送出城 先躲藏起来 但宋洪凌如此担心金灵的病情 一定不忍心此时把孩子送走 杨景修担心宋洪凌的仁慈 会破坏将来的交易 她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瞒着宋洪凌 先把金灵送出城去看管 先斩后奏 以免出现意外 您刚推测 那个女孩是靳雨轩的女孩 女孩就被劫了 难道冰江组 比我们还早知道 女孩的身份 我想不会的 你想 冰江组 要知道她的身份的话 早就控制她了 不会让她在大街上乱跑的 我们医院呢 要知道她的身份 要知道她的身份 是临时设访的 外人不可能知道 这个医院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有他们的人 知道我们设访以后呢 马上通知了他们 那一会儿我去调查一下 当时在医院里 所有的医生护士 还有住院病人 而且这个时段呢 谁往外界打电话 很重要 很重要 对了 董新民的后事呢 一定要妥善地处理 是 局长您放心吧 这个事老赵你盯一下 好 知道 哥 反正你想好了 这一个电话下去 四百根金条 就没了 想好了 他 他们去医院去抓我 就一定知道 今天是我的女儿 有可能 不告诉他们坐标的话 他们不会放人的 你不管怎么着 你都不能把坐标告诉他们 要不这样 我现在马上带领 所有的地位们上公安局 把女儿给抢上 不得硬皮 我不想让我女儿受到任何伤害 不行了 好 我听你的 你去医院拿药箱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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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给精灵换药 然后再去医院 那可不行 现在医院出事了 你要去晚了会引起怀疑的 你呀 把药箱给我啊 我去给他换药 你去医院啊 那好吧 现在全程在搜查 你要小心 快去快回 好 快去吧 嗨 老赵 来 喝点水 谢谢总监 我问你啊 这个博洋医院 有没有熟人 有啊 你是说什么样的人 是医生护士还是药体师啊 什么人都可以 只要是跟你熟的 你可以